下面的資料,第三個單元,匯度XML格式部分 那裡面當然,我們大概上面唯有就是有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這個XML其實它是一個Markup Language 那你會發現它跟那個HTML有沒有,它尾巴ML其實都一樣 那這個X的話實際上就extend extend的話意思是延伸的意思,也就是本來有HTML 不過HTML的那個標籤語言 它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比如說它的標籤 像我們前面我們用到一個找table有沒有,那個標籤名稱都固定 可是有一些標籤名稱,假如說你要自訂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XML去自己去定義那個名稱 那它目前的話呢,它是一種廣泛的一種標準化的儲存格式 那當然很多的資料交換也會用到XML 不過目前看起來好像顯然好像稍微比那個Jackson來的差一點啦 OK,而且大部分我發現資料交換喔 用的比較多,好像是微軟的那個環境會比較常用XML 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微軟比較比較用這個吧 OK,那微軟好像比較不喜歡用Jackson 畢竟Jackson的話不是他的...怎麼講 他的那個吧,加碼環境可能比較喜歡 但是他就比較沒那麼喜歡 那其他的話呢,像他優缺點大概稍微知道一下啦 其實他優點的部分喔 他有很強的那個分層的結構啦 所以一層一層一層的 有點像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就一顆什麼 資料樹,一顆樹,一個tree 那tree底下有枝有枝再有葉有沒有 然後你最後你先要把裡面的葉子裡面的資料給取出來的話 那你只要一層一層的把資料找到之後 把裡面的那個最後的... 把他的資料給取回來喔 然後大部分瀏覽器都有資源 OK,也都可以去解析啦 然後... 然後... 幾乎所有... 這個... 適用所有的這個API 所以有些API也會用XML 不過我看好像比較多是微軟的相關的... 產品會比較喜歡喔 那...可以處理大量具有語意的這個意思的數據啦 也可以...你可以把某個資料做一個定義啦 OK 然後他的缺點的話,當然具有相當... 當然相對的他的文件比較大 那為什麼? 甚至是CSV的三倍 待會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們隨便抓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那語法的話呢 甚至比Jason更...更複雜 不過看起來好像... 見能見智吧 OK 那不像Jason那麼簡單 Jason其實KeyValue其實相對是簡單的喔 然後... 這個... 數據的儲存重要性可能差一點 有時候可能比較容易被破解 因為很容易解... 就是... 找到那個Tree 資料可以抓回來 那... 比如說我們以這個... PN2.5這個來當例 因為這個案例我們... 上一次在Jason裡面就用過了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也有一樣的XML 所以我們是用底下這一個好了 你可以檢視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XML的一個... 資料連結 但是你點它它是下載啦 所以點它... 這底下就下載下載 我剛剛已經下載過了 在這邊出現了 有沒有...XML 那把它開起來 那它... 一般瀏覽器可以解析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 下載的這個... 檔案呢... 直接拖拉到... 也許直接拖拉到那個瀏覽器吧 或者直接把它丟到瀏覽器上面放開也可以 那你會發現它自動會開一個夜纖 自動把它展開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箭頭有沒有... 三角形嘛 你會發現喔 其實它長得有點像... 怎麼講... Jetson的概念 有沒有... 之前Jetson Edit你把它收折 它裡面就是一個物件 但是... 概念也雷同 不過它把它當一顆樹一樣 一個Tree 就是有點像一個結構 資料樹啦 那你會發現它有頭... 它的頭一定是小於符號開始 尾巴一定是大於符號結束 然後呢... 它有一個open的一個頭 有一個close的尾巴 尾巴的話呢... 跟頭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多一個斜線 那你會發現這個架構喔 其實跟HTML是一樣的 沒錯 所以它是extend嘛 延伸HTML的標籤 這個標籤名稱可以制定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展開 所以喔 現在收起來 展開 那你會發現喔 底下就很多資料 那... 展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的下一階 這個有點像是一棵樹 樹的一個枝 有沒有... 枝裡面有很多的頁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 DATA 那DATA裡面的話 又一層 一層的話 你會發現它頭跟尾 所以啊... 這個標籤的開頭 跟這個標籤的結尾 中間的話就是它的內容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內容把它取出來的話 那我只要什麼... 一層一層的告訴它 再把底下這一層給抓回來就可以了 所以啦...第一個 我假如... 我的路徑 我假設以這一體來看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下載下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針對檔案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不是針對網路上面那個連結 而是針對這個路徑的這個檔案 我要去解析它的話 那我要怎麼解析 當然啦 XML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底下有一個... 程式碼啦 因為這個... 我想... 底下的話 我是有先... 利用... Excel 2019 以後的版本 不過Excel 20... 我們這個版本 我不知道有沒有... 從... 我看一下喔 資料裡面有沒有其他來源 有沒有XML 有... OK 所以其實也可以喔 透過... Excel裡面的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這個功能 其他來源也可以對應到XML 來去讀取它 也沒問題 但是... 如果你要透過VPA的話 這個... 這個賄賂的方法其實也不難 OK 然後另外... 我看一下 我這邊雲端上面 你可以從這個... 但是進來的話呢 它會把這個給找到 然後裡面一樣會有個DATA DATA的話 不就是剛剛我們在... 結構上面看到的 比如我們剛剛... 我把它... 再把這個... 放在哪裡 其實你就把它丟到... 丟到一個... 空白的好了 把它丟進來 它其實就可以打開了 有沒有把它打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DATA的話呢 就是裡面的這個... 這個資料 OK 那如果我要把它解析的話 當然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內建的功能的話 有 那我們先試一下 如果裡面內建功能可以的話 其實也可以透過錄資聚集 然後得到你要的程式碼 然後再把它稍微再修改一下VPA程式 也可以具備有匯入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匯入好了 我確定這個功能跟... 這個新的版本就不一樣 那檔案名稱的話 我們就給什麼 假設我是給它一個... 雲端的連結好了 比如說我們PMO 這邊不是有個連結嗎 有個網址 當然你也可以給它一個路徑 也可以給它一個網址 我們把網址給它 按開啟看看 這個時候理論上 它應該就可以直接到網路上 去幫我連... 這個時候它出現什麼 它指定的XML 未參照到結構 我看一下 確定一下 然後問你要放哪裡 放A1 OK 所以沒有問題 它其實是可以直接 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當然啦 新舊版本還是有差異 我看好像它不是用... 新版的好像就是用什麼 Power Query 它會有Queries的物件 但是這個版本好像不是耶 因為Power Query會跳出一個... 中介的一個介面 然後問你要抓哪一個table 它這個沒有 它直接就抓下來 所以也許啦 你們可以利用開發人員裡面錄製去看看 會不會也是Queries table 我不確定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是一種方式 就是直接用內建的功能 就可以把它做存取 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內建的功能 我想要用之前 像JavaScript一樣的方式的話 你們這邊是用Queries物件 但是等一下你們其實是可以試試看 是不是它用的物件不一樣 當然可以用錄製具集 就可以知道 然後... 如果假設是舊版的 比如說我們用的版本比較舊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它內建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呢 叫做XML 應該叫Document 然後呢 一樣可以把資料給抓回來 那...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直接 你們等一下可以用這個範本吧 第六頁這個範本 讀取XML底線檔案這個 應該在第六頁這裡 那... 首先把它Ctrl C好了 那我們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貼到我們的這個地方好了 直接按右鍵 我先把這裡除掉 反正就是按右鍵嘛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你可以把它貼上 那貼上的話 因為它這個是從檔案 所以檔案的話 你要告訴它在哪裡 那你會發現 我是用這個 Microsoft的一個 XML DOM 這個應該Document 等於是主要是 用它來讀取那個XML 檔案的一個物件 然後呢 它裡面有個方法 叫點RAW RAW的話 顧名指標 RAW就是檔案 所以你後面就給它 檔案的位置 那我這個... 這個位置可能跟你們的... 放那個檔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先檢查一下 你下載路徑的位置 是不是跟我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請你找到那個下載那個... 剛剛不是我們有點一下 那個這個地方 開啟資料夾中顯 在資料夾中顯示嗎 然後你點開之後 上面這邊就會有一個位置 我是建議你點空白處一下 它這邊會出現它這個... 檔案放的位置在哪裡 請你把它按右鍵複製啦 為什麼複製直接貼 比較不會發生問題 不然的話 你自己打 我覺得應該很容易發生問題 直接貼哪裡 直接貼到那個... 程式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C冒號斜線的這個... 這個download把它貼上 那意思就是說 我的這個檔案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路徑底下 OK 這個路徑 這個一定要改喔 如果你沒改的話 應該會找不到 還有呢 請你把那個檔案也下載 那個檔案應該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你可以不用改 我印象中這個名稱應該沒錯 如果你怕錯的話 你可以再點它一下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貼...貼哪裏貼... 負檔名記得要加一下 就是XML啦 只是說如果你又怕有問題的話 我是建議你檢視裡面 可以把那個負檔名的這個地方打勾一下 它會出現負檔名 因為有的同學常常會漏掉那個負檔名 那一讀取就發生錯誤了 好 所以呢 我們這... 這個... 這兩行實際上就是什麼 利用這個物件喔 幫我把XML讀進來了 OK 漏進來了喔 所以漏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照... 它有一個屬性 有一個... 方式就是叫PASS PASS就是它的路徑 路徑的話呢 就是它在哪一層 所以我們就抓到DATA這一層 有沒有 它的這棵樹 這兩個名稱喔 其實就是剛剛我們在... 在哪邊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個名稱 這個把它複製有沒有 底下這一層是DATA 所以這一層下一層是DATA 那我要抓這一層的下一層... 所以它有點像爺爺嘛 他是爸爸 他是小孩 小孩有幾個小孩 有五個小孩有沒有 爺爺、爸爸 是這一層喔 那怎麼敘述喔 其實主要就是在... 這個程式的地方喔 給它... 第一層的話記得是... 兩個斜線 等於是爸爸這一層... 然後... 爺爺這一層是這個名稱 然後斜線DATA 所以呢... 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底下 總共五個東西 分別把它抓回來 所以呢... 底下五個東西 那... 都... 通通放在這個... Nord List啦 OK 那其中我一個一個抓 Foreach Foreach的話先抓第一個 所以抓第一個的話呢 理論上喔 就會先抓到這一個 有沒有... 先抓第一個喔 這個大乘 所以它... 我就先把這... 總共五個資料呢 通通GET回來 那GET回來做什麼呢 分別放在... 1、2、3、4、5 那當然我上面第一列已經先給藍位名稱 所以我就放在第二列 所以... 你有沒有... 這邊有嗎 A1到E1 這個地方是先給什麼 給它的藍位名稱 藍位名稱有了 所以我接下來從第二列開始放 然後分別從... 等於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分別呢 針對它的這個什麼名稱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樣喔 這個名稱 1、2、3、4、5 當然你如果怕錯的話 建議還是什麼 把它選起來複製 貼上就可以了 貼在哪裡呢 貼到這個... select single node 有沒有 就是它的節點 節點名稱叫這一個 把這個節點名稱找到之後呢 那再把... 幫我把什麼... 它裡面的資料 點text 點text的話 就是它裡面的資料 就這個東西 幫我把這個東西 被抓回來 OK 放哪裡呢 放在我的儲存格裡面 OK 拿一個儲存格 那當然這個地方 其實點value 其實這個不加也沒關係啦 那另外這個地方 1到5 其實你也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a到b 這個都可以啦 因為... 藍的敘述方法 除了可以用文字之外 也可以用數字 看個人習慣 OK 打數字比較快 好 那這個地方 每跑一個 所以從r等於2 r等於2指的是 先放在第二列開始 然後每放一個 就把r等於r加1 就是放下一個 換下一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呢 逐一的通通都把它解析到 我們的Excel 執行一下 這樣OK了 不過最後其實這個欄寬不足啦 點開 所以最後建議是什麼 你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Colens Columns 然後點什麼 點AutoFits AutoFits 就是自動調籃寬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把籃寬給調一下 就會看起來更整齊一些些 OK RUN一下 好像還滿快的 RUN一下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加一個AutoFits 籃寬就會自動調整 看起來滿整齊的 所以呢 它就會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把這個五個底層的有沒有 資料呢 分別呢 丟過來 一個一個的丟 那就放在這邊 先放第二列嘛 然後再放下一個 Easletree 就全部資料 通通都下載下來 不過跟各位講喔 這個方式喔 僅限於是什麼 檔案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檔案喔 OK 所以呢 如果假如說呢 我現在不是要用檔案 可能我這個資料喔 沒有下載下來 我希望呢 它直接去讀那個網站上面的那個網址的話 那可能要另外一個方法 待會兒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段程式碼你們可以直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我看這個應該是在第六頁的地方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第六頁的地方看一下喔 反正你只要找到程式碼 我想應該就比較沒有太困難 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是 看你們自己將來喔 可以拿這個程式碼喔 去做一些 嗯 把它當範本也OK啦 我覺得 但你要徹底知道說 每一行每一行程式 到底是做什麼用途 那最好如果可以的話喔 拿這個範本去做一個修改 你換一個 換一個資料喔 也可以把它資料 解取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你將來喔 用在任何XML的解析喔 那就不會是問題了 試試看喔